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曾大晒健身照 体重长年不到90斤 她的减肥方法值得学习 岛屿 拥有梦想的人 他们不做选择题 他们之做证明题 这个社会对于女人来说十分严苛 从身材到外貌都有所要求 尤其是对那些踏入星途的女演员 更是有着高标准 作为女演员 身材与颜值是看家饭碗 外形管理是必休克 如果这些刚性要求都做不到 那么很难在这大流市场中 瓜分一块蛋糕 所以 即使踏入了十斤地 也得有资格才行 赵丽颖曾大晒健身照 体重长年不到90斤 她的减肥方法值得学习 这么多年来 我最佩服的女艺人寥寥无几 赵丽颖算一个 她出生于农村家庭 条件并不优越 但其凭借着自己拼命三娘的精神 以及超乎于常人的意志力火出圈 自初到至今 一直活跃于市场一线 没有被新鲜血液涌入的大潮所打倒 反而愈发坚定 即使娱乐圈新人不断 自己站在舆论中心点 但依旧如初 红得一塌糊涂 除了顺风顺水 名利双收的事业能反映她强大的自律能力外 另一点便是她的身材管理 还记得那部陆真传奇吗 当年的赵丽颖带着婴儿肥 外貌太有局限性 很难找到适合的资源 为了拓宽自己的系路 赵丽颖开始减肥 就连怀孕生娃后体型都没有变化太多 长年体重不超过90斤 和其他流量小花不同 赵丽颖的减肥方式追求安全 健康 不急于求成 而在赵丽颖的社交平台账号中 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她曾大秀肌肉 并配纹 健身有点小优势 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赵丽颖公二头肌线条完美 锁骨线明显 杨柳细腰 蕴含着满满力量 训练痕迹十分明显 这里不开她几年如一日的努力和坚持 除了运动上十分认真 赵丽颖在饮食控制上 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 她从不节食 更不绝食 一日三餐坚持清淡饮食 并独创了自己的饮食顺序 先喝水 再吃蔬菜 再吃蛋白质 最后试探水 如果碰到高热量食物 会计算好当天消耗与摄入的缺口是多少 再进行食用 如果平时吃的食物比较油腻 赵丽颖也会提前准备好水 涮过之后再吃 饿的时候 也不硬扛 会选择蛋白棒等低卡零食进行冲击 比起那些通过生饿硬扛 强行刻意减肥的女明星来说 赵丽颖的减肥方法相对比较健康 且容易被大众接受 赵丽颖的减肥方法相对比较健康 赵丽颖的减肥方法相对比较健康